1 《科疫論》到2020年的12月30日 今集當然做回顧也行 或者做展網也可 我個人傾向做展網多些 因為回顧其實我自己看 行家或者網上很多不同的說法都有 來來去都是那些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我多說 都是疫情 另外真的沒有什麼大新聞 因為今年全球都在想整疫苗 股市就上下下下 沒有什麼方向 中美的貿易戰其實都不是彈琳打打 現在打打打打打 沒有關係 沒有貿易戰了 究竟中國出口破新高 那還叫做什麼貿易戰 即是說其實 情況究竟延續下來 那個狀況會怎樣 尤其是好像周顯所說 中國其實都是正增長的 在四小龍來計 台灣都是正增長 但是反而有少許令人意外 就是新加坡跌7% 香港跌3%多 香港又比我想像中好 其實那個剛剛公佈的貿易數字 那這個是不是因為其實內地好 我們好 仍然都是那條套路呢 是 你內地好 香港一定好些 只不過問題就是整件事 還有因為整個金融業務崩潰 金融業務崩潰 所以令到整件事 香港以金融為主 但是跌7%是算多的 其實算多 因為你相比其他 其實香港 新加坡跌7% 我們跌3% 我們跌3% 差不多 因為新加坡本身受到歐洲影響很大 當歐洲的情況這麼惡劣 新加坡是應該跌多些 不過這個 其實最初真的沒有什麼人猜到 無論大行也好 我沒有聽過他們猜到新加坡會跌得那麼多 因為很多人都說 油資會湧進新加坡 但是這個是不是證明了 就算你再多資金進去都好 其實如果你其他商業範疇做得一般的話 或者貿易都沒有什麼起息 都是沒有什麼大用 我想要看數字才行 只要看數字 但是當然有影響 新加坡是在東南亞中心 而東南亞都是很 都很 不是 南亞中心 南亞中心都不好 有時候你都沒有什麼 其實台灣是否又是得力於防控 這個 是 全部你一看就看到 看到防疫好的就有增長 防疫不好就沒有增長 其實你說防疫好 我都看到很多畫面都很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這個星期 就是無論是內地或者是台灣 雖然內地有零星的個案 台灣也有一點點 但是他們的人已經脫了口罩 回復了我想正常生活的七八成 是 那這個呢 其實 反映到什麼現象 沒有什麼現象反映 反映到香港差 做得 這個當然知道 但是 很明顯地就是 其實 他們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 不要說滴水不流 都真的滴水沒有什麼漏 很明顯 香港 你想想什麼 香港就差入境那些 入境那些 入境那些就注意不到 入境的時候 你應該要隔離隔得不夠切 那些人到處走 接著那些雪海員 那些群組那些全部 全部隔離不到 我們如果深層次去看這個問題 香港的官員 政府官員過去都經常 無論他們自己的感覺也好 很多時候都聽到他們都覺得 高效 這個 管治 有得力 不只是他們說的 其實國際很多的機構 都讚揚香港這一點 尤其是 一些 就算你說 一些 外國的對勢力 所謂 美國一些 調查組織都說 香港的自由經濟 都得力於 香港的 政府 政府的運作能力 但是這一次做得這麼差 大師 你又如何 我覺得很簡單 第一 美國說的東西 實在是 你自負說的已經錯了 你還相信嗎 那麼多年 從來都錯了 你還相信那些東西嗎 那些 那些 不是二十年前 你還相信那些 不要那些東西 扔下 那些是以前的觀念 你現在不要做老師 那些東西扔下 先 首先第一 反美的情緒高漲 我近來非常了解 但其實我們不要拘捕了 我 那天我講了 那些智庫說的 其實從無裏錯 但是我現在不是跟你說 智庫他們說什麼 我主要是說 香港 你先聽我講 我還沒講完 我先講完 因為我發覺 近來做節目 你每一次 你講到美國 立即就會 不是啊 那件事客觀地 客觀地看到 他每一天 二十萬個疫情 是完全四十多 已經證明了他廢 沒有人說 我都知道他廢 你明白嗎 那你現在講 只不過我們講的是 香港 你講了兩個項目 你先聽我說 你講了兩個項目 我回去講 你第一個項目 我還沒講第一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就是他們讀書 從高校出來 第二個項目 就是那些智庫全部都給香港很高 rating 我現在就駁斥了第二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 就是智庫很高 rating 你首先 不只是美國的 瑞士 全部那些都廢的 瑞士都廢了 瑞士今時中文還不廢 瑞士那些還不廢 已經證明了那些是不行的 第二 讀書七字沉死路 不是第一 是跟你講的 讀書已經證明了讀書沒有用的 就是說 這兩樣東西已經講了 是我講的東西 是由始至終是對的 那你拉回去 講香港 是 是 他們不懂管理 為什麼會不懂管理 為什麼會不懂管理 我告訴你 全部這些人都不懂管理 全部都不懂管理 我告訴你做廢 我告訴你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 一個人為什麼會讀高校 他從小到大 一開始 不是是管治高校 不是讀高校 讀書厲害 讀管什麼治高校 你找了讀書最厲害的人 讀書最厲害的人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讀書不厲害的人 那個人 中五就在想 糟了 我以前打了GCO 偽進好 應該出來做事 好 還是讀多年 他每一個人生都是出現一個抉擇的 如果一個人 讀書厲害的人 是沒有抉擇的 因為他們一出來讀書 我必然考了 因為他們一生是沒有抉擇的 然後他人生全部每一步 他由讀中三那一刻 或者中一那一刻 他們已經讀 讀比利羅氏 黃隱 讀那些名校 他已經古都大學畢業 他一生前途都這樣 他畢生是沒有經歷過錯誤 沒有經歷過任何事情 你就進去 他懂得懂什麼 懂得懂 那些人 逢是這樣的人 是完全不懂得打的 為什麼說 因為那些都不懂 因為他們請了全部 是沒有經歷過任何的人生的錯誤 沒有經歷過任何人生變故 即是說如果我假設 做過疫情 現在 我還未講完 要是一個封關 我用封關為例子 他們一定要是一個按部就班 因為那些讀書厲害的人 全部都是按部就班 他們一計算出來 十幾日的時候 就說22日封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十日才能計算到 如果是我們這些 出來出來出來 可以 先拿一封去 接著再想辦法 明不明白 那個人 每天都喜歡誰 咦 大鑊打過來 沒有錢交電費 明天就割電 眼睛就割了 只有我想辦法 他們沒有這個 人心 周顯 我又想這樣說 其實你講的 是一個籠統的觀察 為什麼呢 我以前都跟過幾個 在麥堅士做的老闆 你說他們是否真的沒有人生經歷 是否真的沒有挫折呢 我又不知你從哪裏聽回來 你好像覺得 逢是那些人 那條 那條 一帆風順 就四海太平 我告訴你不是 我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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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人生挫折 不是又是 那個人打你背部 他們那些挫折 是小挫折 不是 那些大的人生挫折 第二 就是籠統的講法問題 我們人生的 這個故事叫 只有上帝 其實他們很多都真的在出比上市公司都滾過 亦都反覆覆覆 又反覆覆 又反覆覆 你說他們有沒有真的經歷過人生挫折 一些所謂的 你說是否真的好像要慘到 是否要欠人錢 然後要搞到跳樓 當然不是 那樣說 那樣說是不好 好 我們現在說的所有的港股費 管治 所有的都是籠統的方法 只有上帝 才知道每一個人的特定的情況 我們說的一個蘋果 A的蘋果和B的蘋果 兩個都是不同的 我們說的蘋果 這是一個抽象名詞 我們做每一個描述 都是一種抽象的說法 所以我們不能不能籠統的方法 我和你都是叫做男人的意思 是 所以我就抽象地 籠統地說 那些港府是廢的 因為他們沒有經過錯説 就這麼簡單 我和你 我們沒有抽象 就不能夠做出任何的溝通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歸納法 就不能夠 去將一些的問題 去從中 所以我就歸納出來 港府的官員就是廢 是 就歸納了 那已經證明了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廢 你不用每個人都這麼廢 我歸納了10個 7個 8個廢 也不就是廢 我反過來 我覺得可能會不會是 現在是上面廢 其實下面就沒有人那麼廢 上面廢 就是下面的人上來 什麼叫公司文化 或者政府文化 什麼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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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部分人籠統 就是這樣 總而言之你出來的結果 就是他們原來要10天才能封關 才能做到 才能做到 才能做到那件事 就是代表費 22日才能做到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你做不到決定 為什麼做不到決定 其實澳門有把理看 我不是說了給你聽 我說你又不相信 我說了給你聽 我不是說給你聽 因為他們一輩子沒有做決定 一輩子的岸部就幫了 其實德國人 日本人都是這樣的 你不接受這件事 你不接受 冷凍的話 冷凍的話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事實讀書稱致沉死路就是這麼簡單 你經常都讀書稱致沉死路 你又跑去出書 那不就沉死路 如果很好嗎 我覺得我做理解說 不是 你出了一本新書 我打算下一集 我們給你介紹一下 但是你這次自己鋪了一條 這樣的氣軌出來 我不覺得讀書 我覺得讀書是個嗜好來的 做一些雜誘 那個真的是沉死路 如果你說你要出人頭地 要搞得好 根本上讀書是沒有用的 好了 在我們這一節完之前 周軒請你講一講 你最新的一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什麼 它說 Everybody have sex with everybody 它有一個have字是錯的 它的文章是錯的 但是特意用一個錯的文章 它是因為羅馬利亞人說的東西 你本新書的名字 是 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們下次回來 和周軒再講新書